之前做的很多分享只要涉及中国音乐 就会有弹幕跳出来 所以不要用西方的理论去解释中国音乐 我当然是同意的 但实际上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 也有很多不谋而合的地方 共同遵循着一些共有的听觉习惯 比如一般的乐曲在结束时 总要走向一个稳定的归宿 这时候如果我们用五级到一级的和声来配 就得到了整个中指 它就是中指式的一种 抛开和声不弹 即使是单旋律 从旋律法的角度也有中指式 就是乐曲的最后一个音的中指的方式 同样的在中国音乐中也有类似的概念 它叫做煞声 煞声就是结束音的意思 在不同的语境下 也可以被称为煞声、结声或者助字 和西方音乐类似 大多数情况下 中国音乐在最后都会强调吊式的主音 这是由于音阶的各音级 对吊式主音有强大的相信力 乐曲煞在主音上就能够起到稳定吊式的作用了 这样的音乐听起来最自然 在中国音乐中也最为常见 这首中国音乐起于说 这首曲子大家都应该耳熟能详了吧 这就是河北民歌小白菜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个音哨在了哪里 对了 还是在说 这就是工商绝止语的指音上 这就是正煞 又如就像西方音乐中存在的各种中指式的类型 有不安全中指、半中指、阻碍中指等 中国音乐如果全部是正煞 那也未必太过于单调了吧 缺乏活力和变化 所以除了正煞之外 从中国乐理的角度来说 杀声的种类还有非常多 比如在审阔的《孟希比谈》中就提到 偏煞、侧煞、记煞、顺煞、递煞等 如果你是中国音乐乐迷 仔细研究 你会发现中国音乐在杀声的运用上 分房复杂 有着和很多西方音乐不一样的中国特色 就拿大家最最最耳熟能详的 二拳音乐来举例吧 整首曲子基本是在公调式上的 比如从这句的杀声就可以判断出来 但是到了曲子的结尾 却杀在了止音上 这就比较特殊了 有一种悬而未决的韵味 这就是寄杀 二拳音乐是以止调寄杀公调式的曲子 好的 实际运营没有办法展开更多了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音乐支持 可以帮允贺有声的给每个人的音乐必修课 和用得上的乐理 链接就在下方 未来我们也将推出中国音乐文化启蒙课 系统的介绍各个中国音乐的支持点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贺有声 也不要忘了给我们一键三连 好的 我是贺有声的林赫 我们下期再见